秦慧民航只想全國或者強國那麼簡單 當然不用找我 找得我來不是全國,你不是全了嗎? 強國已經是七個精英最強 已經成功了,不用再找我 你找我的話,我有更強更遠大的雲圖大計 就是平平六國統一天下,多謝 好,多謝 他為什麼要說到這麼遠轉呢? 你是不是這樣做呢? 你們秦王是否想統一天下呢? 明白嗎?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很多時候在政治上 說話,尤其是在中國的文化裡面說話 這樣說法,效果分分鐘是識得其反 所以,二來他也要賣弄一下 顯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思維 是不是? 所以他就 說話總是要轉轉彎 扭一扭 才顯得出那個意思的突出 即突出這個意思 還有令到這個 聽到那個秦衛民王 就是要搭進了一些味道 你明白嗎? 他都沒有說話的 都沒有說話的 秦衛民王都沒有搭他的嘴 接著他說要按著這個跳組 即是韓國 怎麼按呢? 他不搭嘴 接著他說,陳陳已經去到楚國 很久沒通過信 找人去問一下文案 問一下文信 接著秦衛民王 立即收到 啊! 這個不是人來的 是精來的 你明白嗎? 這個設計其實很中國的 而他們兩個 秦衛民王 終其一生 一直到他死那天 他都是用張儀做秦衡的 就是因為張儀那個 轉數 是跟他同一個級數的 就算他的兄弟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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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將軍 都不是他的級數的 但是唯有 張儀和他打拼球 一棒來 一棒去 一棒來 就很過癮的 你看到一個 所謂的智慧的領域 啊! 謀略的領域 你如果 要找一個 跟自己這麼高的人 確實是不容易的 確實是不容易的 那種感覺呢 是很難去描述 但是呢 秦衛民王 你看到那個角色 就是說 他是很欣賞張儀 而張儀說這番話 其實很簡單 大王 我知道你啦 你想一統天下嘛 是吧! 想同一天下嘛嘛 那用什麼呢 他講了一段 是吧! 這就是說話的藝術 我自己呢 坦白說 一直在 三十歲左右 三十四十歲 就開始修煉 正式所謂的 學習這些 那些 兵家 中環家 法家 這些 那些 我在公務員裏面 在警戒 拿槍 射槍 很聰明的 很多 但是呢 大家談到這些 我真的沒有遇過 我生平遇到一個 是和我 大家是比較上 可以拳來腳枉的 就是有一個 和我一起 入ICC 就是這個 中級指揮課程 的一個 ICC過來的 就是 等於警司 坐隔離的 那位仁兄呢 他也是 他也是 很喜歡這一套 內功深法的 我一見到他 嘩 就很開心 大家 嘩 你明白 就好像 同門師兄弟 在那裡拆招 那樣 好感人的 你一擺我一擺 我生平 只有一個 就是他 大家是一邊 一邊 一邊 其他人呢 事後呢 有些人 雷曼坐在旁邊的人 就說 我都答不到嘴 也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問題呢 就見到你們兩個呢 是微非色無 那樣 那一頓飯呢 他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看到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境界 所以呢 說話的技巧 其實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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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政壇裡面 包括 共產黨 現在的頭 包括習近平主席 全部都是用這些方法 說話 所以呢 如果你不懂得聽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會摸錯格 就好像 林鄭現在這樣 我看她呢 現在是差之毫利 一上場之後呢 我希望不是啦 但是很可能就是 謀志千里 大家小心她上場之後呢 香港呢 不知道 不知道走去哪裡啊 第二組第二條 我們第二組的討論呢 就是說 美媛呢 在他老闆面前 怎樣評價這個論國呢 其實他都有幾個角度去看的 第一個角度 他都對秦國呢 其實都有 敬重的意思的 因為有一個這麼弱勢的國家 被人打到沉淪 一躍而成的當時的一個強國呢 其實在正面的角度 他都覺得是 但是問題呢 這個這麼強大的鄰國呢 會對自己的祖國呢 楚國呢 就會產生威脅 另一方面 他要站在自己楚國的利益方面呢 他都希望利用戰爭的手段 留在其他人 或者在秦國周邊 不斷發動戰爭 這樣另外 令到一些東西 就拖弱了這個秦國 可能好像現在的現代 在中國周邊的地方 很多國家都想在這裡搞事 經常想留你打仗 拖倒你中國的發展 其實我們總體的思維 其實它都是靜反兩邊 一個就是總體來看 一個就是從他自己國家的角度去看 我們講那麼多 好 多謝 沒錯 其實我這一點想帶出來就是 特朗普 特朗普 很欣賞習近平主席 他很喜歡中國的 他也很敬佩中國 一直這樣 迅速地三十年 三十多年都是崛起的 但是他個人的感情 他現在不是特朗普自己個人 他現在代表的是什麼 美國的利益 所以他個人欣賞習近平主席 他個人喜歡美國的文化 很佩服中國可以走得這麼快 並不表示他不會出招 他搞中國 知道嗎 中國就是他知道 厲害 他如果現在不出招的話 以後一點機會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我想帶出來的就是 其實 阿薇元 是很高評價秦國的 可惜他是楚國的官員 競爭的對手 所以他一定要出招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的話 你當然看美國就是 如果有朋友 為什麼又打的呢 兩回事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這一層的考慮的話 你就看不明白現在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究竟搞什麼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記住一件事 兩樣的考慮 個人的感覺 你所擔當的職位 尤其是官職 所要處理事情的角度 兩者呢 未必重疊 很多時候呢 是背道而馳的 如果你不明白這件事的話呢 你千萬不要做官 尤其是大官 否則的話呢 一定死無葬身之地 告訴他 是不是 第三條 其實楚王 陳陳當時呢 怎樣 怎樣去繼續一個國家 即是有沒有人支持他呢 就不會去 不會幫助韓國呢 去打秦國的 因為其實 那個楚王自己心目中都有一個答案的 但是呢 但是阿薇原來就堅持打 那就 阿楚王呢 其實問阿薇 陳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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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一個呢 其實都 順著阿楚王的心意去 給一個答案去的 那就告訴他 詹嫁衣出兵 那 Beingống 就會來到韓國。去韓國呀 看过国际的诚信,令到声誉和别人不信楚国的说话 就害了楚国的未来发展 实际就是说,其实最重要是大家都就着皇帝 就是楚国的心态去做 但是实际楚国没有想过自己发展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经济和战略 一末就想着怎样去撿死鸡,联络他人去打他人 其实最大的楚国就是想想想怎样发展自己的内部经济 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 没错了 会出兵,两路,是不是 一个没关 一个就经双与郡一路队他 一个就直闸东面去咸羊 一个由双羽棍在南边攻上去 本来呢,这是其他办法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陈陈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朋友出兵鼓励他 跟着自己发兵,撞其胆,是不是 跟着他去打,到时候上几人士 那条鸡帽,哪条好呢 其实各有各好 但是陈陈他任何是什么呢 他只是一个,就是 不让韩国有任何的帮助 只会独立对着秦军死硬的 如果楚国出兵在那边,秦军麻烦 要分兵两路,对不对 好了,对于楚国来说 为什么为了台湖这个楚国呢 就是说,你现在这样就变成了 执死鸡,失尽了天下 他太着眼了 其实陈陈这条计不是不好的 当年,维艺救赵就出了这一件事 接着呢,维艺救韩 哈维艺又用了 同样的计 都是这样做 就是等他们两个国家消失了 打到差不多根皮力圈了 然后才出兵 但是出兵不是直接去跟他打 而是攻他的首都,要他再跑回去 然后再在中途折击他 对不对 孙斌就用这个方法大败旁军 最后杀了他 所以呢 第一就是,阿屈元 就是太过执着于信耀 这两个字 在战国大增之势 信耀用来说 政治人物也是用来说 表面上要冠冕堂皇 死都说了 实际上呢 所做的事 绝对不能给所谓信义 所谓仪器 是限制自己的考虑的 博州一定死 大增之势说的是什么呢 说实力 说的是什么呢 厉害 对不对 所以 其实呢 媚元 阿屈元 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很迂腐 即场即土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样 他不考虑到就是兵 空战危 你要出兵的时候 韩国 给秦国搞定 你就自己独力对着秦国 是不是 接着呢 接着呢 就是 对宋就说 就是说 他说他的害夫 采国 其实是两体 所以陈辰出的记录是 很棒的 即是说 喂 一边就是收书韩国 说我支持你 后来他直接找些人送些礼物圈 知道不就知道 出钱 接着呢 另一方面呢 自己出兵 在境外一直上去到 但是不出国境 不出国境 不是表示他一定不打的 到时 如果韩国万一 和秦国打到交着 秦国是犯了错误 很难说他打着 对不对 接着呢 有几个性呢 就去吧 起码收回双衣运 因为秦国霸了去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看到 就是两者的计谋 陈辰其实很灵活的 是高过屈原的 屈原呢 在这方面来说 似乎呢 就比所谓的信义 那种子呢 害羞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 你会看到就是 那些计谋呢 最终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到 失忆 就是说了 厉害 咬雷 而不是说 信义 这件事呢 在政治方面来说 你看的时候 要先看一下 第三 第四条 这件事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呢 这个眉原呢 性格呢 就很光烈的 那他也是 爱这个 楚国 但是因为陈辰呢 和他那个政界不同呢 所以就拒绍他 但是呢 就是 在那个设宴期间呢 听到陈辰呢 就分析了 现在楚国呢 就是面对现在的形势呢 和呢 就是 最主要一点呢 就是这个 楚国呢 就和这个秦国呢 就有这个盟约的 就两国收好呢 就百多年呢 都没有打过仗了 那和最紧的一件事 就是问这个 这个眉原呢 如果我们这个时间 去出战这个秦国呢 我们有没有胜算呢 如果没有胜算呢 那我们打来做什么呢 那就是 但是由于这一点呢 就是啊 媚原呢 就觉得这个陈辰呢 就是 就是很有料的 他看清楚 现在楚国呢 面对是什么问题 那如果呢 这个陈辰呢 在这样留下呢 呢 楚国呢 就可以帮助这个楚国呢 以后会强大 我们做个讨论就是这样 好 多谢 没错了 这边的影响大说 就是说 行家的新手就知有没有 没有策略之前呢 你一定要看清楚的时局 你知道吗 你这个时局看不清的话呢 你所有的办法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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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事竅 陈正恩一开始已经说清楚 秦楚百年武战争 为什么 第一 最近就正在盟约先啦 一路都有盟约 其实就是 第二是什么 楚皇不愿打 秦皇不愿打 为什么呢 勢君力敌 大家都在那里探 知道吗 就没有真真正埋牙 大家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那另外呢 就是说 你说清楚 楚国 楚庭上下 恨秦者有智 巨秦者有智 亲秦者更有智 单单 左途一人 执意交战 皇上会听吗 这一下呢 才捉到 左途 什么元呢 一下就咬住他的心结 他看清楚 秦楚 为什么没有打仗 而呢 楚徒呢 是想打仗 他说的原因出来 不用猜了 之后就说出 阿屈元呢 他本身所深陷的处境 会听吗 如果你是阿屈元的话 你是会 立刻就 哇 很震荡 很震荡 你根本就陷入这个境界 好了 跟着之后 如果他不听 因为很多凌晨 有些奸贼在那里 关我什么事 还有 他整出两句 西上从无爱神乱国之事 只有各人自乱之实 就是说你禍害 不是因为我的爱神 是你自己内部不行 对吧 水悦 水悦 不如只有一个 所以 他不太负责 他 因为 楚徒说我小子 公子兰 公子子兰 他经常说 帮兵 被消费良好 他经常都很负责 所以 这方面来说 一听到之后 阿维元 赵居元 立刻就 知道 高手 有一个 转数很高 分钟高 自己 跟我一起 共事的话 多个人 他刑单 赵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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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方面 我重点要带出来 就是 大家要解决的事情 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唯一的一步 你要做得到的就是 麻烦你去看清市局 你才能搞 这个你看不清的话 你想再说下去的话 全部都是垃圾 尤其是 你现在说 林郑就上场了 再两个星期 是不是 他呢 一不退职 说话 他看的时报 小维看得不清 所以 定位 是定得 差到来 就会谋知千里 所以呢 他会有能力解决 香港现在 一连串主要的矛盾 我非常有疑问 我这个不是估计 是判断 是不是 你定位都定不清的 你怎么会行呢 你下的步骤 就会无效的了 是不是 那你变成不能够对症 你怎能够下这个准确的药呢 这个呢 就是我对他小小的看法 那方面 古银金浴 我们自己就是说 麻烦大家呢 如果想看 即是解决一件事 或者一件事 想去做的话 一定要看清这个时局 局势 局势呢 由历史时期到现在 由那一点 那个事件 打横看 即是说呢 上下五千年中 中环九万里 即是这样的角度去看 否则的话呢 你糟糕 你做任何事都是呢 事倍功半 好可无能呢 是徒努无功 是不是 好 那么感谢大家 我们下一场呢 继续啦